生活細節方面 抗疫三部曲一定要做足 不可以了 口罩一定要不離面 手要常洗 不要亂摸 做好衛生器具清潔 不過中醫會多幾件事 中醫認為很多病都跟風有關 所以普通的雙風感冒 風熱 風寒 離不開風 所以不要讓自己吹大風或大風吹 但不代表你要關窗 空氣不流通 其實空氣流通對抗疫防病很重要 我們說不吹風的意思 就是在當風的窗上 不要坐在那裡 另外很大風的地方 就不要特意吹風 因為的確會容易令自己生病 其實中醫認為穿衣保暖當然很重要 但只不過我發現有些人 穿衣穿得夠多 但保暖未必是做得最好 例如有些女士 特別是來月經的時候 還有一些老人家 或是身體比較弱的人 有四個地方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我們的頸 好像前面氣門這個位置 還有肩膀 我們說是背部 另外就是我們的肚子 第三就是我們的腳 第四就是我們的手 其實這四個部位做好保暖 是很重要的 其實很多人都問中醫 有些甚麼吃得好 就可以防病 但我反過來告訴大家 你吃得下 我們還要出口公司 要好 所以保持大便暢通 也是非常之重要 特別你要吃補品之前 你要看看自己 是否睡得夠 以及大便是否暢通 如果這兩件事做得不好 不要保住 搞定這兩件事才補 效果才好 其實中醫傳統來說 有一個方法 相信大家都聽過 就叫做添救 這個添救治療 我經常笑稱 它是一個中醫的疫苗 我們每年的三伏天 和三九天進行添救的話 的確幫助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會發揮得好 以及少一點 惹到傷風感冒或疫症 大家不妨考慮